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嘉賓、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大會司儀Mabel、鄭家寶 歡迎來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其奧林匹克委員會 特別為代表團舉辦 巴黎2024奧運會 中國香港代表團 返港歡迎儀式 儀式即將開始 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歡迎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 大智京訓言 SBS、PDSM、PMSM 以及各主要嘉賓進場 現在周國歌請各位臉向國旗縮立 從來自H平宗部開札的電視 詞曲 李宗盛 很感謝香港警察樂隊 剛才為我們現場演奏國歌 中國香港運動員在巴黎奧運期間 和世界各地的精英運動員 在多個項目比賽 這個時候 稍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我們大會的螢光幕 稍後會一起重溫一下精華的片段 回味一段段難忘的時刻 今屆巴黎奧運 港隊派出35人大軍 總共贏得兩金兩銅 改寫歷史 這段征途中 我們在刺激中見證奇蹟 在逆境中看見希望 正正就是香港運動員 這份永不放棄的堅持 歸平凡與不凡劃下界線 在奧運舞台上 好寫香港的故事 有人說香港精神就是永不放棄 郭文維在女子重劍決賽 曾經大幅落後法國對手1比7 在對手主場陷入困境 後上拿金牌 彷彿是天荒野談 但對他來說 經歷兩次十字印帶重創賽復出 已經再沒有一樣東西叫不可能 微笑之下是旁人意想不到的堅毅 一劍一劍 廣文維逐分趕上 在缺一劍戲劇反勝奪冠 親手創造奇蹟 上屆東京奧運 張格朗在花劍八強後來居上 奠定comeback king的稱號 今屆他再次篡入決賽 但面對以太利劍手 又一次落後12比14 不過在敗陣邊緣 張格朗仍然慫容不迫 以一幕大家熟悉的王者歸來 成功為免 帶著驅奇 揚威巴黎大皇宮 這一劍 張格朗再一次提醒香港人 無論處境如何 記得要相信自己 絕不輕然放棄 何思培今屆再在100米 和200米自由泳 獲得兩面銅牌 亦聯同五朝元老歐海信 簡卓彤和譚海林 一起出戰4成100米 混合泳接力 三次參賽 累計四面奧運獎牌 何思培的成就在香港 前無古人 他在賽後透露 上屆奧運之後 其實有想過退役 但他退游泳的熱神 足以克服一切的艱辛和壓力 正因為這樣 他才可以落在其中 繼續為香港爭光 在向著目標前行的路上 傷病往往都成為運動員的難路虎 面對傷患 有人黯然離場 亦有人奮勇上陣 跳馬王子石偉雄 圍著奧運夢 打幾支止痛針 冒著斷脚的風險 都要紮住上 羽毛球運傷的謝影雪 忍受淚風濕關節炎 肩膀脫掉等等傷患的痛楚 決心和好拍檔鄧俊文 並肩作戰 落到場球球搏進 比賽的結果可能未如人意 但可以來到巴黎 再一次代表香港參加奧運 他們已經無悔無憾 在香港市民心中 獎牌和成績以外 更加佩服的是 香港運動員在奮鬥過程中 展現出的強大氣魄 並奔波運傷組合 黃真亭、杜海琴 上屆八強出局 今屆捲土重來 再進一步入到四球 即使最後與獎牌圓坑一面 但他們的拼搏 已經贏盡市民的掌聲 過去這15天 一眾香港運動員 以有限的身體乘在無限鬥志 彰顯出奧運更快、更高、更強的格言 這個更字固然是說要讓對手優秀 但同時也激勵每一位香港運動員 今日的我要比昨天的我更上一層樓 多謝田徑的刁俊熙 阮毛球的李卓堯、盧善恩 楊雅婷、楊佩霖 單車的劉穩佑、李詩詠 劍擊的何偉衡、陳樂詩 尤獨的王嘉莉 賽艇的趙遣俊 話浪風凡的鄭清賢、馬君正 帆船的貝津龍、阿輝、搶傑 游泳的何欣濤、張深月、鄭麗梅 冰品波的朱成竹、李浩程、吳詠琳 泰拳道的盧衛鋒 和三項鐵人的吳泰龍 多謝你們為香港市民呈現出一幕 有一幕永不退縮的畫面 無論比賽是贏還是輸 你們每一位都是我們的冠軍 欣賞完精華片段之後 相信大家都深深感受到 香港運動員付出的努力 除了說更快、更高、更強之外 奧運也帶給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甚至乎全香港的市民更團結 這時候也是一個支持的環節 首先恭請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 問我們支持 有請行政長官 方建明副特派員 方建明副特派員 霍振廷會長 斯文遜團長 斯文遜團長 各位運動員 各位運動員 今早參與巴士巡遊 近距離接受市民的祝賀 我剛才在禮賓府 也都宴請了代表團的誠意 歡迎和感謝他們的努力、付出和成績 亦都分享他們奮鬥的經歷和難忘體驗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 是舉世足目的體壇城市 今屆奧運會 香港共派出35位運動員 遠赴巴黎 參加13項賽事 參加奧運會是每位運動員 夢寐以求的難得機會 可以在舉世足目的經濟場上 同立至全世界的好手折磋 事實上 運動員能夠過關斬仗 取得奧運參賽資格 已經代表你們每一位 都是世界前列的運動員 在今屆巴黎奧運 港隊每位成員在這個世界舞台上 全面發揮拼搏精神 和專業態度 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 拼搏進取越強越強的香港精神 你們每位都帶給香港市民 振奮、支持 以及藍染心情的好成績 回來香港 你們每位都是市民心中的英雄 請各位和我一起 以最熱力的掌聲 恭賀中國香港代表團 每一位成員 每一位成員 在餐廳、酒吧 甚至在自己或親朋戚友的家中 觀看一場又一場 扣人心嚴的精彩賽事 香港市民都為你們打氣 為你們出色的表現 歡呼喝采 見證你們經歷挑戰 仍然堅毅不屈 奮勇拼搏 在美國 奧運比賽期間 整個香港讓一致的氣氛 香港市民團結一致 支持出戰奧運的每一位運動員 香港運動員一向表現出色 憑著你們的堅毅不屈精神 在今屆巴黎奧運進遣實力 成績令人振奮 除了在劍擊和游泳項目中 分別取得兩金兩銅共四面獎牌之外 港隊運動員 在乒乓球項目位列四強 在羽毛球和首次出戰的 台拳道運動項目 跡身八強 同時 港隊建議 在賽艇游到 體操 泛船 滑浪風帆 三項鐵人 田徑 單車的賽事 亦都表現出色 很多 刷新了港隊 在奧運的最佳成績 或者個人的最佳成績 很多更成為 亞洲選手中的排列前列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各位港隊運動員 作出練福年的努力 克服傷患痛楚等多方面的挑戰和困難 展現出無比韌力和決心 我們都感受得到 你們的驕人成績 除了證明香港運動員擁有國際實力和頑強的鬥志之外 亦都證明香港運動員 都有在國際體壇增一席位的能力 運動員有出色的表現 除了個人努力之外 亦都要有賴教練和支援團隊 以及香港體育學院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其奧林巴克委員會 以及各體育總會多年以來的大力支持 我感謝大家在不同崗位上 盡心盡力提供各種支援和服務 讓運動員可以專心作賽 實踐奧運模 巴黎奧運圓滿結束 政府會繼續不為餘力 培訓本地體育人才 推動香港體育發展 包括完善規劃發展和優化體育設施 其中香港體育學院的新大樓即將落成 啟德體育員亦預計在明年啟用 將進一步提升體育發展 並且可以帶動周邊產業 香港的運動員表現優秀 我和香港市民都引以為傲 為了讓運動員可以以最佳的狀態參賽 政府一直致力為他們提供 更具支持性的環境 讓他們不論在訓練參賽以至退役之後 都有良好的發展路向和生涯規劃 政府一直跟體院和體育總會等保持溝通 不斷強化運動員資助機制 和資助加碼等培訓系統 香港體育學院正就運動員 直接資助機制進行檢討 預計在明年初之前 就會完成 政府會繼續全力支持體育城市 支持香港建議參加國際比賽 巴黎2024年殘奧會 將於下星期開幕 而首次由粵港澳三地共同承辦的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 以及全國第十二屆殘疾人運動會 其第九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亦將於明年舉辦 作為全運會東道主之一 我們正密羅緊鼓積極籌備 和廣東和澳門攜手努力 一同辦好國家最高水平的全運會 最後我祝願各位運動員 繼續在世界舞台上再創佳積極 綻放異彩 多謝大家 感謝行政長官 請到台下等候 接著下來有請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 霍珍婷先生 大智京婚言GBSJP 為我們支持 有請霍會長 行政長官李家昭先生 方建明副特派員 陳國基司長 卓永慶副司長 楊局長 各位運動員 各位嘉賓 大家好 巴黎奧運會雖然閉幕 但是運動員 努力比賽的畫面 仍是歷歷在目 講到今屆的歷史 贏得兩金兩銅 是第一次同一屆奧運 贏得兩面金牌 亦打破宿民 連續兩屆奧運 有獎牌進帳 我們獎牌 排名是37 比上屆東京奧運 已經升了10個位之多 實在是可喜可賀的 奧運是運動員的生涯 重要的里程碑 能夠拿到奧運資格 已經是代表他們達到世界級的水平 他面向世界頂尖的對手 打推了一場一場精彩的比賽 向世界展示香港人是平博精神 扣人心 賺到獎牌 當時是開心的 但更重要是他盡了最大的努力 突破自我 追求卓越 他們每一個努力 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是香港的光榮 運動員的成就 不是只是獎牌 今屆有不少的運動員 是有自己的項目 突破了港隊的最佳奧運成績 或者亞洲的選手中 是列名前列 證明港隊的整個水平和實力 是今屆奧運都有所提升 成果是封石 除了運動員 他們後教練和支持隊的隊員 以及是功不可沒的 他是運動員的最強的後盾 我衷心多謝他們每一位 我亦再次感謝特區政府 扣入電視轉播權 讓香港市民可以不分日夜 越洋支持運動員 港隊不僅是運動員 市民都是其中一個分子 他們支持的運動員是最大的動力 所以我們希望市民對運動支持 不僅是幾年一次 應該不斷間斷 港協奧委會正積極籌備不同的活動 好像運動員的分享會 繼續社會對運動的支持 同時希望運動員的故事可以啟發 更多人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最後我代表港協企澳委會 衷心感謝政府 各贊助商出心出力 支持港隊 我祝願運動員 繼續為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可以創造更多的傳奇 多謝各位 多謝霍會長 請到台下等候 接下來我們也邀請了幾位 奧運代表 包括有乒乓球的運動員 黃珍婷、杜凱琴 劍擊運動員江文偉 單社運動員 李施詠及台拳刀運動員盧偉 來到台前一齊 跟大家分享一下奧運的心得 掌聲歡迎吳偉 李施詠及台拳刀運動員 李施詠及台拳刀運動員 你們好 回到香港可以跟廣大市民見面 亦可以透過傳媒朋友 透過這次這個活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奧運的一些點滴 先問一下在我旁邊 運霜的拍檔 黃珍婷和盧海琴 作為奧運的運霜拍檔 都應該有十年 你們用甚麼方式 去維持之間的關係 除了我們在球場上的培養默契 最重要是我們互相鼓勵 和信任大家 我們亦會在場下 找一些共同大家可以做的事 一起去培養默契 因為其實十年都很久的時間 一個拍檔可以維持這個關係 還可以來到奧運的舞台 為講真光 好 問問一下海琴 除了要感謝自己之外 還有甚麼人想透過 現在這個時刻 可以感謝他們呢 肯定首先想感謝家人 另外其實我們 在我們背後有很大的一個團隊 體院還會有隊友教練 很多醫療團隊 心理和體能 數都數不完 很感謝他們 另外也知道政府 有這麼多年對體育投放的資源 接下來我們乒乓球館也會搬到新大樓 我自己就很期待 所以希望我們會繼續努力 之後越打越好 相信我們全港的市民 都會繼續支持乒乓球運動 好 麻煩兩位 接著就要問問盧慧峰 你好 第一次參加奧運會 其實跆拳道這個項目 是經過了二十四年六屆奧運之後 再次踏上奧運的舞台 能夠可以參與奧運的賽事 還可以做閉幕禮的慈旗手 整個的奧運的心努力情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我作為閉幕禮的慈旗手 其實心情都很興奮的 都很開心的 因為我會有一種無名的光榮 也很感謝講協給我這個機會 我擔任這次閉幕的慈旗手 不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看到直播 也看到你要對著上屆東奧的金牌得主 也看到在比賽場區上 拼盡每一分每一秒 東奧的感覺是怎樣的 或者整個奧運的比賽對你來說 有什麼經歷或者得著呢 我在這次比賽 我知道自己的水準 跟其他最頂級的選手到底差多遠 我十六強的時候 對上屆東奧運的金牌選手 那時候也沒想到這麼多 都是這樣打 我都要跟自己說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沒問題的 沒錯 而我看到很多傳媒朋友 報導你的故事的時候 都帶了給很多中學生小學生 對於任何困難的時候 都要跟自己說 一定可以的 相信這個鼓勵 對於接下來的溫動員 都會有一個很鼓舞的效果 好 麻煩你 接著就問一下旁邊的施詠 施詠也是第一次參與奧運的賽事 亦都做到慈其手 整個的經歷 對你有什麼啟發 或者有什麼感受呢 首先會覺得 因為可以當到慈其手 就很榮幸 但是主要參加到奧運 其實是覺得可以 認同了在這兩年 因為要得到奧運資格 需要兩年的時間 去獲得所有的分數 所以就算想到賽場成績好 跟不好 都比較想是更加開心 可以在爭奪這個資格的時候 所有的努力 當中我記得比賽的時候 其實都經過很多 法國的一些美的景點 那一刻其實都應該 沒什麼時間可以留意到 這個美的景 但是之後 其實接下來還有一些 什麼目標會想做呢 接下來最接近的目標 可能是今年的細錦賽 還有下年的全民會 因為始終場地那裡 會在香港做主辦城市 所以都希望可以有好的發展 各位觀眾 記得到時 大力支持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最後想問一下 Vivian Hello 大家都有看直播 決賽的時候 那個決一劍 我猜全香港的市民都替你很緊張 其實那一刻 你是在想什麼的呢 大家好 那一刻我就很珍惜 我還有一劍可以打 我就很希望 將那一劍可以送來 報答我的團隊 以及所有今天 以及一直有看的市民 可否分享一下 當初開始比賽的時候是1比6 然後到最後1分48秒的時候 就追成平手 其實那一刻都是逆境戰 你有什麼心得 可以跟我們廣大的運動員 或者中學生 或者市民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那一刻 我已經打了無數無數的比賽 所有的 無論是落後 和領先贏或者輸 全部都試過了 那一刻我只是覺得 哇 我還可以比賽 我還很珍惜劍擊 很愛劍擊 很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絕對感受到 在現場的話 也感受到 你很熱愛劍擊這個運動 好 麻煩五位的分享 給點掌聲 五位好嗎 Thank you 好 稍後的時間 我們也會有一個 頒發表揚狀的時刻 亦都很希望大家 可以透過今天的直播 特別是仍然在做運動員的你 不要放棄 繼續努力 在這個時候 我們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 並由港協企奧委會會會長 霍真廷先生 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先生 GBS IDSM JP 以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 GBS JP陪圖 頒發表揚狀 給各巴黎奧運會的運動員 首先有請單車運動員 我們一起看看影片 由請單車運動員李詩穎 劉詠雄 剛才訪問詩詠雄時也有提及過 未來 在不久的將來 在香港 會舉行比賽 有主場之利 到時各大市民 記得一起幫香港運動員打氣 請各位看看前方的大會攝影師 新穿淺藍色白色衣服 就是我們大會攝影師 接著我們也邀請單車隊的教練 和團隊人員上台一同合照 大家都可以看前方的大會攝影師 謝謝大家 請多多位 可以經過嘉賓的後方 返回台下休息 請嘉賓留步 接著我們一起看一看螢幕 看看劍擊運動員 有請劍擊運動員 包括何韋恆、江文慧 陳樂施和張家朗 因為身處海外未能出席 而當中江文慧和張家朗 分別在個人女子重劍 及男子花劍項目 兩位劍手都在決賽時反勝對手 各位香港奪得一面金牌 這個時候亦都看一看前方的大會攝影師 還有台上淺藍色衣服、白色衣服 各位都是我們大會攝影師 謝謝劍擊隊可以到台下等候 接著是游道運動員 我們可以一起看螢幕 掌聲歡迎游道運動員王嘉莉 王嘉莉亦是首次踏上奧運的舞台 好,我們一起看 我們記者台上的大會攝影師 接著我們邀請游道隊的教練 和團隊人員一同上台拍招留練 一同一起看一看我們上方的大會攝影師 謝謝劍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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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台下等候 也感謝大家的掌聲 掌聲不用吝嗇的 我們一起多給點掌聲 鼓勵接下來陸續上台的運動員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看 我們後方的螢幕 一起看看帆船運動員 掌聲歡迎藩船運動員 祥潔和杯樽龍 他們今次的總排名是第20名 亦以亞洲和大洋洲第一資格 入圍奧運的比賽 另外還有一位 阿輝因事未能出席 我們來看我們的拍攝 表演 感謝帆船隊 請到台下等候 恭喜 恭喜 好 看完帆船運動 接著就來到滑浪風帆 我們一起看看螢幕 掌聲歡迎滑浪風帆運動員 馬君勝和鄭星賢 他們兩位分別是 總排名第13和第14名 而鄭星賢在其中一場的賽事 是以第一名衝線 一起看一看台上的大會攝影師 感謝滑浪風帆隊 請到台下等候 下一個項目是乒乓球 一起看看螢光幕 大大力的掌聲 歡迎乒乓球運動員 李浩成 黃新婷 杜凱琴 以及吳詠琳 朱成竹恩仕未能出席 黃杜貝以第四名 完成今屆奧運 乒乓球運傷項目 創下港隊歷來 奧運運傷最佳成績 而女團亦都在 十六強的賽事中 對戰瑞典 最後以二比三不敵瑞典 但亦都帶來我們全港市民 在商場、在家 甚至乎看直播的 大家都鎮備高負 打了一場很精彩的球賽 在這裡再以熱烈的掌聲 來送給乒乓球運動員 同時我們亦都邀請乒乓球隊的 教練和團隊上台一同拍照劉廉 感謝乒乓球隊 請到台下等候 接著是最後一個運動項目 抬拳道 掌聲歡迎盧偉峰 盧偉峰是首次參加奧運會 今屆出戰六十八公斤級賽事 並以第七名完成 而偉峰亦都是中國香港代表團的 盧莫禮的慈旗手 剛才亦都提及過 經過二十四年之後 六屆奧運的等待 跆拳道史上第一人 接著我們邀請了 我們邀請了舞台拳道隊的教練和團隊 一起上台合照 我們一起看一看我們台上的大會攝影師 謝謝 請到台下等候 同時多謝大家的掌聲 來送給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同時多謝行政長官 陳國基司長 楊詠雄局長 霍振庭會長 請到台下等候 稍後也會再邀請大家到台上 上映一張大合照耳作留戀 而康民署也會稍後保送表揚狀 給未能出席的運動員 中國香港代表團 在巴黎2024奧運會中 取得兩金兩銅的成績 金牌數目可以說是歷年之冠 無論是否站在頒獎台上 一眾香港運動員 在今屆的奧運 都為我們帶來一個又一個 精彩難忘的時刻 而他們的拼搏堅毅不屈的精神 同樣值得我們驕傲 港協企奧委會 對所有的運動員 和團隊志意熱烈的祝賀 我們再次請出代表團的成員 同一眾嘉賓大合照 首先我們有請以下項目的運動員 上台大合照 包括單赤、劍擊、游道、帆船 滑浪風帆、乒乓球及台拳道 能夠站在奧運的舞台上的確不容易 所以在這裡掌聲不怕多 可以再給多點掌聲 大力鼓勵一下他們好嗎 謝謝 謝謝 現在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 港協企奧委會會長 霍真萍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工處 副特派員方建民先生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先生GBSJP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常任秘書長 沈鳳君女士JP 港協企奧委會議務秘書長 楊祖茲先生PDSM 以及巴黎奧運中國香港代表團團長 斯文遜博士GBSJP 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處長 劉明光先生JP 所以我們會邀請 MISS CRYSTAL DRULA Consulate General of France 在香港和 Macau 我們先拍攝第一張大合照 這個時候我們先拍攝第一張大合照 我們一起看一看我們台上身穿 淺藍色及白色的揮緊手的各位攝影師 現在有請以下項目的教練和團隊人員 上台大合照 包括田徑 游泳 游泳 彈斜 劍擊 游道 帆船 滑浪風帆 乒乓球 及跆拳道 同時我們也邀請中國香港代表團首席醫生兼名譽 醫學顧問張維先生BBS 首席物理治療師楊西毛博士 接著有請港協企奧委會副會長郭芝良博士BBS 副會長余國良先生BBSJP 副會長湯偉倫BBSJP 副會長蒙德陽博士 中國香港代表團部官員兼義務副秘書長黃寶基先生MH 義務副秘書長莫君逸先生 有請各位 大家一齊看一看我們前方大會攝影師 也請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們台上的傳媒朋友 接著我們有請游貞處處長戴淑堯女士JP 建築處處長李瑤燕先生JP 香港賽馬會主席李梓厚先生JP 香港賽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先生JP 香港賽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之源先生JP 香港體育學院副主席周福岸先生 香港體育學院副主席兼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議員MHJP 立法會陳詠欣議員 立法會李珍強議員JP 立法會邱達根議員 接著我們有請中國香港代表團的贊助機構代表一同上台合照 首先有請國泰企業事務總經理王文傑先生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企業文化總監楊雪女士 Vila 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李怡女士 信興集團事務及公關統籌處高級經理莊嘉文女士 中石化香港副寵經理林懷廣先生 Gemagic 聯合創辦人熊思聰先生 Priority Pass 北區北亞區董事總經理李怡安先生 Innotier 創辦人及總裁林曉瑩女士 香港體育學院院長蔡玉坤先生MH 全國運動會統籌辦公室主任楊德強先生 全國運動會統籌辦公室主任楊德強先生 體育專員黃德森先生MH 看樂及文化事務處副處長看樂事務徐曉露女士 中國香港田徑總會主席關琦先生MH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主席梁洪德先生MH 中國香港兼職總會主席楊詠鑫先生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主席楊詠鑫先生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主席楊詠鑫先生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主席鳳西夫教授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副主席謝嘉德博士JP 中國香港滑浪峰帆會會長周毅民先生 中國香港帆船運動總會會長張美咸女士 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總幹事齊偉明先生 中國香港三項鐵人總會會長周潮南律小姐 有請各位 好,這時候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們前方的大會攝影師 身穿淺藍色衣服、白色衣服中間的位置 同時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們前方的記者台 上台的傳媒朋友 我們一起可以看你的左邊 所以來看你的左邊 好,一起看左邊 來看你的右邊 好,再看正中間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好,這時候我們也可以邀請各位嘉賓 來到台下我們大會 亦都準備了一些茶點給大家享用 同時亦都請運動員手留步 來到台前方的位置列隊 運動員可以依照工作人員的指示來到我們台前方的位置列隊 各位觀眾,今天的反港儀式已經圓滿結束 感謝行政長官所有嘉賓、運動員和傳媒朋友秋空出席 亦都非常感謝所有運動員 他們的家人、教練、體育總會和各個專業團隊一直以來的付出 祝大家有一個愈發的下午,再見 而運動員和嘉賓可以手而浴步去到茶點處享用茶點